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104集 欺人抬肾 慌什么呀 白小春眼睛一瞪 那扑从修士立刻内心一颤 深吸口气后赶紧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白小春没觉得此事有什么大不了 邪皇朝与圣皇朝开不开战 与他无关 不过凭着他的感觉 这两大皇朝短时间是根本就不可能开战的 若没有大敌当前也就罢了 天空上的巨人主宰不是传说 实实在在的摆在那里吗 如此背景之下怎么可能会随意开战 另外 在白小春看去第二仙域北部已丢了四个州 这最后一州迟早也是要丢 似乎也不是什么让人意外的事情 只不过显然这种丢州的事情有很长时间没出现了 所以此刻一发就引起了人心惶惶 白小春摇头时 他的判断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鬼母天尊只是将那北部最后一州占据 之后并没有继续发动战争 甚至都没怎么杀人 将包括那一州半神在内的不少修士 全部驱散回了圣皇朝的领土而已 这公孙娃 怎么来到了这儿了 对于战争之事 白小春没怎么在意 他好奇的是 这公孙娃的到来 没没想到自己把鬼母替换成了公孙娃 白小春就觉得很得意 同时那位邪黄在发现后一定心情恶劣的很 虽鬼母与公孙娃都是一个人 可实际上却有明显的不同 鬼母效忠邪黄 心狠手了 而公孙娃哪怕同样心狠手了 可毕竟从过往纠葛上 还是与白小春有太多的联系 还有这北部的最后一州 我总觉得有些熟悉啊 白小春思索了片刻 关于公孙娃的事情后 又想到了这北部之州 伴赏之后 他忽然乐了 那不是紫灵侯镇守的州吗 白小春想起来了 紫灵侯正是北部最后一州的大尊 而关于紫灵侯的事情 白小春也曾关注了一些 当日他将紫灵侯拍着跪在那里 直至数日后 零九天尊下令 将其送出 这才离开了荆州城 这件事情上 白小春也看出了零九天尊的态度 看似照顾了白小春的情绪 可实际上 紫灵侯对白小春的恨 随着那数日的过去 越发深重 而其他州的半神 同仇敌凯之下 敌视白小春的情绪 也根深蒂固起来 这种种手段 白小春心知肚明 可他实在对这里的权力没兴趣 也不愿去弄些小动作 在他看来 自己可是要做大事的人 岂能沉浸在这种权谋之中呢 哼 当初我在蛮荒时 可是被人称为独臣 白小春傲然抬头 羞子一甩 不再理会外面的事情 转身 重新进入密室 开始修炼 数日后 随着北方最后一周丢失 已成事实 圣皇朝与蝎皇朝 又开始了一轮抗议 与争执之后 在这第二线雨内 人们似乎也都接受了此事 一切都开始恢复平静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这一天上午 正在密室内打坐的白小春 忽然取出传音欲解 时时扫过 他目中露出喜色 立刻就出关 亲自到了府邸大门口 看到了站在那里 身体挺拔 如同小山一样高大的巨鬼王 巨鬼老哥 白小春哈哈一笑 上前一把抱住巨鬼王 他自从来到这里后 就第一时间联系巨鬼王 巨鬼王当时也欣喜不已 可实在是他所在的州 距离荆州太远 同时他身为那一州的大尊 轻易不可离开 这才没有立刻到来叙旧 而白小春也被那令牌的研究 与修炼吸引 本打算是过短时间去拜访 如今巨鬼王到来 白小春顿时惊喜 可巨鬼王面对白小春的热情 他迟疑了一下 勉强的挤出一些笑容 甚至少见的没有去纠正白小春的话语 要知道 以往的巨鬼王听到白小春呼唤其为老哥 大都会瞪眼 提醒白小春自己是他岳父 白小春目光一闪 觉得不对劲啊 但没多说 拉着巨鬼王到了大殿后 二人坐在一起 等扑从端上美酒鲜果之后 白小春将所有人挥散 拿起酒杯 向着巨鬼王一举 岳父 小须敬你 听到白小春对自己的称呼 巨鬼王心底印暖 内心的郁闷也缓和了一些 小骂几句后 同样端起酒杯 一口喝下 两个人一杯接着一杯 说着曾经的往事 渐渐说到了邪皇朝的小镇子 说到了小镇子里的寡妇时 巨鬼王也笑了起来 慢慢的又说到了在圣皇城离别后相互的日子 巨鬼王在其州内如土皇帝一样 此刻喝了不少后 他一拍胸口 我告诉你白小春 你岳父在神罗州内 那可是说一不二 指下的 但凡有姿色的女修 哪一个不是对本王春心安动啊 白小春不屑的看了看巨鬼王 拿起酒杯喝下 没说话 巨鬼王眼看白小春不信 顿时怒了 立刻开口举例 将自己在神罗州内的事情 带着一些夸张与杜撰 说的那是眉飞色舞 白小春在一旁听着 时而讽刺几句 惹得巨鬼王笑骂起来 很快的白小春也说起了自己在圣皇城的事情 从钓鱼开始直至莲子 莲棚以及最后的莲藕 这一切巨鬼王虽听说过 可此刻听到白小春的描述后 他也连拍桌子 只觉得这白小春的的确确确实 无论走在哪里都必定能祸害八方的温神 直至深夜 二人酒也喝的差不多了 话也说了不少后 白小春看了看巨鬼王 他早就看出巨鬼王那神情的憔悴 仿佛是承受了巨大的打击一般 此刻轻声问了一句 现在可以说说了吧 岳父大人 谁欺负你了 巨鬼王闻言沉默 拜上后 拿起一旁的酒坛 直接就咕咚咕咚的灌了下去 直至喝完 他深吸口气后 眼睛有些发红 狠狠的一拍桌子 欺人太甚了 那灵九天尊 扣牙前往神罗州的通天世界修饰也就罢了 我打不过他 只能忍 他对我神罗州不理不问 我也能忍 他的态度 暗示其他州对我孤立 更是每次召唤前来礼会时 都少不了呵斥 我还能忍 可如今凭什么呀 子林侯那个怂货 他在北部丢了一周 回来后不但没有被责罚 而是直接安排到我的神罗州 行 可以 这件事我再忍 可他奶奶呢 这灵九天尊 居然将这子林侯 册封为神罗州的大宗 而我什么错误都没有 居然被撤去了大尊的职务 变成了子林侯的副手 神罗州 我用了全部心血去经营 我要将那里打造成我通天世界的根基啊 如今 都没了 都没了 居鬼王惨笑一声 狠狠地握住拳头 这件事 他本不想和白小春说 他知道白小春刚刚晋升天尊 根基不稳 尤其是在这里 属于零九天尊的地盘中 白小春也同样没有话语权 自己的事情 让白小春知道了 怕是会引起更大的纠纷 只是 此事瞒不住的 巨鬼王也在心中苦楚 这才在与白小春叙旧之后 在白小春的询问下 说了出来 听着巨鬼王的话语 白小春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拿着酒杯的手 也好似静止一样 只是他的目中 此刻慢慢地迸发出精芒 这光芒越来越甚后 直接化作了火焰 似轰的一声 燃烧起来 小春 你别冲动 巨鬼王吓了一跳 更是有些后悔 去告诉白小春 赶紧开口 白小春摇着头 目光落在远处灵九天尊的居所上 渐渐地 墓中的火焰成为了阴沉之意 岳父 此事我若不反击的话 那么可以想象 圣皇朝内 日后所有通天世界之人 都将越发艰难 都欺负到头顶上 我岂能直弱网门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